未来一个星期天气是呈现五段式的变化 受封面及华南云雨区冬雨的影响 元宵节周日明显水气增加 星期二、星期三东北气风增强 气温偏低 9号开始水气减少 10号、11号东北气风又会再增强 提醒民众最近天气不稳定 要注意保暖还要记得期待雨具 持续刚过24节气的立春 受封面及华南云雨区冬雨影响 周日元宵节花冬具有明显雨势 周日水气增加 周日周三东北气风增强 气温下滑 周四冷空气减弱 气温稍微回暖 东半部仍有短暂雨 6号、7号、8号是有受到一波封面 然后到9号开始东北气风减弱 到10号天气会比较好一点点 但是重点又来了 就是说11号、12号 10号下午开始到11号 又受到另外一波封面影响 然后到12号整个封面才远离一点 然后温度会上升一点点 然后水气会减少一点点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花莲这个地方 我们都是云封面的情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花莲整个一周 大概都是有一些局部雨 或是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尤其在今天2月6号的群体 我们可以看到雨势比较大的 然后到7号、8号以后 9号、10号、11、12号 雨可能会比较小一点点 6号、7号、8号 温度可能会降得比较低一点点 然后到9号开始天气回温 温度上升一点 然后10号、11号又有另外一波 然后到12号整个高压出海 温度又上升一点点 所以这时候看起来 早晚温度还是比较凉一点点 然后早晚可能会 有些地方局部下雨可能会较长 然后早晚可能还是会下雨一点雨 所以出晚归的时候 你还是要注意你的保暖跟防雨 周五、六东北季风再增强 气温又再度下滑 一直要到周日冷空气减弱 气温才又回升 这周天气两天一变变化快 时清时雨忽冷忽暖 提醒民众出门 记得膝带雨具穿着保暖 记得蒋邦彦华女士报导